1. 開始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十二樓交合 亦有我們大師兄景楊 還有小師妹 Cash 很開心我們今天請了兩位很具份量的大琴者上來 有爸姐 大家好 還有彩姐 嗨 大家好 其實我們大家都看到 大琴可能很多片段都會在網上看到 但我們今天會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大琴者一開始 究竟是怎樣的東西 因為很多人都不太理解 大琴其實是怎樣的來源 為什麼突然會有大琴出現呢 首先我要澄清不要說怎樣的東西 其實大琴是一個功能組別 你問我的來由 最主要就是如果 應該這樣說 有歷史有文字的記載 就應該從宋朝開始的 功能組別 那時候就是 會是一個媒忍的角色 最主要是做什麼呢 現在的大琴 基本上就是我們說 為婚宴七大事情 我師傅會詳細介紹 最主要是在舊友的日子裡面 大琴是會做我們叫做媒忍 去幫忙去我們叫做串聯 怎樣去我們叫做介紹 結婚 以前沒有自由戀愛 以前不能拍拖的嘛 其實以前就是一個叫串聯人的角色 就是男家與女家之間的一個中間人 做一個橋樑 做一個配備 我們叫做配婚 會是有些過大禮 過民定的儀式 我們說的叫大好日子 當日 他們就可以這樣說 就是一個老師 那除了這些工作之外 有什麼可以做呢 不說你不知道 家族上他們的稱呼 長輩的稱呼 關係 一些禮節 譬如一些所需的 我們叫做喜慶的物品 最重要的是 其實就要細細說的 以前的人很含蓄 他們不知道怎樣做夫婦 動房 對 勒女 可能要用大禮姐去教導一下 師兄 想不想大禮姐教導一下你 我很想問一下 這個問題就是 大禮姐在動房裡 不是大禮姐動房 新人 現在 我是想問一下 就是怎樣教導你 動房的時候 如果這樣說 就是大禮姐在旁邊指導 什麼意思 應該這樣說 以前皇帝 就有些 我們叫做摩摩 有些宮廷 可能真的在準備 但是一般來說 有些事前 一些準備 或者一些叫做 教育 是的 有些 從小到大的 將小姐 照大 會教一下 那很坦白說 新郎歌 就少一點是需要教的 歸女才多一點要教 是不是要給他們圖畫看 是不是漫畫 不要說這些 我們今天不說這些 哈哈哈 師兄很喜歡學習這些 過壞了我們今天 這麼正經的一個話題 是的 我們有開心的時候 是的 那我想問 其實剛才我聽到 有一個叫做家族的一個稱謂 其實現在可能因為 小朋友只有一個或者兩個 以前是否因為他們可能 家族龐大一點 所以變成他們的稱謂方式 以及他們尊重的方式 是不是要很執著於 在字眼上 那個分別都會有在 我想在中國由來的歷史 那個叫尊卑 背份 就要很清晰 但是有不同地方 有不同的稱呼 譬如奶奶 在北方其實是媽媽 在廣東 就是我們叫做奶奶 即是老公的媽媽 即是家姑 所以是要專稱得比較清楚一點 嗯 那一會兒可能 師傅也可以說 我什麼背份 我怎樣稱呼 嗯 我又很想問 剛才師傅提到 就是以前的角色 肯定是隨著時間轉變 大襟所扮演的角色 亦都會有不同 譬如說 如果近代一點 一般大襟在現在的角色 和以前的分別在哪裡 那不如師傅 師傅 師傅也是資深的 就是這樣說 以前的大襟姐 真的穿黑色衣服 黑色褲 紮角雞 以前的黑色衣服 黑色褲 會不會和現在的分別 跟現在的分別 即是黑色褲 以前到其實 哇 特別是什麼年代 才會這樣做 我想都很多年前 應該是我還沒出生 那個年代 一路演變 一路演變 今時今日 我們大襟姐很漂亮 對 紅冬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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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現在看到你們穿得這麼 光線 看到你們的樣子 又這麼好笑容 做起事 我們中國人也是喜歡紅色的 對 就變成像以前 用黑色是兩樣東西 即是在衣著上 有一個小小的轉變 你想想一下 如果有一天 你們去做大襟姐 穿黑色衣服 那些親家 那些四大長老 應該是不會理解的 應該是說 現在還會不會有一些長輩 他們會知道 如果你們穿黑衣服 黑褲的用意 你猜一下 我想會黑面 對 對 應該是他們黑面 喜歡是一個喜慶式 另外可能 我們說的 就是各處 各處各處 例 有時候 我們說 水上人 可能他還有一些 是穿這些 黑色的 他們叫做 大奧 對 那時候叫做 醜仔的衣服 但是現在 我想我們 好像我們這樣 百花齊放 對 大紅大紫 黃色 比較多 我們戴禁姐 那彩姐 是否可以跟我們說 那些長輩不同的名稱 有些特別 除了剛才說 婆婆 我們內地人 是否有些會叫媽媽 還有沒有其他 其實我們這樣說 會是升級高了一級 可能這個是阿姨 我們會升級兒婆婆婆 會是這樣的 所以有姑婆婆婆 會升級高了一級 有時候 不是那麼 新潮一點 不知道 為何我不是姑婆婆婆婆 我是姑姐 類似這樣的情況 都會發生 這件事情很清楚 等於是什麼 人們說 景陽哥哥 叫景陽叔叔 那種 那種升級 人們看到你 你見到你就真的覺得叫叔叔 我真的叫叔叔 我真的叫叔叔 所以其實 升級高了一級 其實是一個尊敬的 沒錯 沒錯 我們剛剛聽到 除了在衣著上 有不同之外 在整個流程上 有沒有說 在這個時間上 有哪些禮節 以前說 是這樣做 現在是有些不同了嗎 有啊 例如以前的 戴禁姐 她 她 是不是要背 要背新娘子 對 因為她洗澡 不下地 腳不能碰地 可以碰地 什麼時候開始 不能碰地 新娘子 一洗澡 換了我們的 什麼時候要洗澡 那晚 上完頭 上頭 結婚前一晚 前一晚 洗澡就不能下地 對 穿上我們 她們的 扒 那些 不下地 噢 那是否穿上那套扒睡 不是 早上 即是 早上洗澡 對 在過程 龜女 就在龜房 坐在床間 大禁姐就背她 然後出去上橋 一直都不碰她 我記得 看電影是有看過的 應該 我身上是比較重的 那是大禁姐 Cash是大禁姐 你是龜女 即是這一刻 我想她也要吃夜粥 可能要找兩個大禁姐 你想想大禁姐是多麼 學識 是多麼需要 首先第一件事 除了學識之外 她要練大隻 她又要所有事情都要知道 還要知道要怎樣教人動牌 其實她所有事情都是expert 她一向背就怎樣 背到男家 什麼想站 你真的以為她跑這個馬拉床 幸好 希望男家在隔壁村 如果不然她休閒 很遠 如果香港來講 一個在柴灣 一個在屯門 我想問 現在在一個世代 近幾年 你有沒有試過需要背身娘子 曾經有一個輪胎寫 真的有輪胎寫 有沒有很害怕 蔡姐 我說我不行 但她是怎樣 她要求是你背上車 她不是她說 她們的風水師幫她摘 是 我一看到這樣 我就跟她說 我做不到這一拍 不好意思 她自己刪斷寫 但沒有找我們 她是風水師 她是風水師 她叫大家去背上去 沒錯 她有沒有說加錢 加錢也不行 好 好 師傅下次給我 哈哈 阿爸姐頂得住 她提早提出 沒有臨時臨時 才加一項 對 這次要看萬新娘子的份量 她有提出 但沒有什麼東西 其實她沒有正面跟我說 她給了她們摘了日子 所有的東西 給我看 因為我們過大禮 搬嫁妝 安藏上頭 出門 回門 全部有時辰 有良辰 吉日 我看到 吉日出門 是要背上車 我就馬上問問 是否真的要死 她靜雞雞不跟你說 我讓你自己看 有一點像電訊商的合約 哈哈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簽名吧 你提早合約 要提早半年的 你覺得半年 要多給一年 肯定你不是電訊商的人 哈哈 除了這些問題之外 其實我們有聽過有梅隱 有大禁姐 有好命婆 其實這些角色是有什麼分別的呢 我聽過很多人都是把梅隱 大禁婆 和好命婆 幾個 大禁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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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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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開了多久 節目開了十分鐘 你問我的氣場震了嗎 哈哈 由景洋大師兄 小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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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降了氣場 其實大家 我真的覺得 很多人都是把三樣東西混在一起 其實三樣東西有什麼分別 就是三個角色 例如你說好命 好命 以前我們叫做福氣盛傳 好命的意思就是 至少有四度同堂 夫妻和信 上有高堂 又兒子又女又孫 這叫做好命人 但是她在婚宴的角色 她是做什麼的呢 好命人 一般其實最多就是上頭 上頭 對 男女 男女也是 男女也是 都會找一個好命人幫她上頭 我以前有聽過 有婚叫做好命婆 和好命老 是不是都會有男的 有 現在你說的時代是不同的 會有男士的 我明白 市面也開始有好幾位男士 大錦公 有得想 大錦公 你又小心 因為我們大錦姐 是幫新娘子會穿垮的 會換她的馬禮服 那我會做什麼 阿師傅 我想 大錦公有時候都要幫忙 我不是幫新娘子穿的 你也考一下 他很想做這個部份 我先想想 還想做完這個節目之後 再開一份 增加我的收益 即是說 好命婆多數是幫人上頭 對 然後剛才有說梅隱 梅隱 我們眾所周知的 就是撤合新人 現在是Matching Agent 我以前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梅隱以前叫做冰人 大兵 還有我叫做歌柯人 其實這個名字是叫歌柯人 這些名詞 是不是以前真的有這些 我們老老實實 沒有聽過 因為我們極其量都聽到宋朝 是的 冰人是怎樣大呢 真的不知道 冰人 先說一下 還有其實做大錦這些 都會跟不同 好像剛才阿爸說 各處鄉村各處林 每一個地方都不同 可能他們的派別 學過一件事都會有機會不同 所以他們的名字未必是一樣的 嗯 但其實他們所做的工作都是大同時宜 是的 都為了對新人送上祝福 嗯 梅隱我就知道了 因為呢 以前應該是有說 就是說 男女呢 有時候是否不可以直接去做一個拍拖 那些 所以是否真的要找一個梅隱 他們所謂叫做梅障自然 提親 提親 其實現在應該是否比較少這種 現在我們屬於叫做大錦姐 是在雙方 男加女加的橋樑來的 嗯 即是現在的大錦姐 就跟以前的梅隱 是有些分別的 嗯 好了 那我們在這一部分 就完結之前 我們都問一問阿塞 或者有一個問題 其實很多結婚的人都想知道的 好了 我真的想找大錦 嗯 其實他應該 即是結婚的人都說是大錦 大錦 大錦前多久要找你們呢 應該 應該說一閘了日子 就要立即找大錦 即是師傅一說哪天好日 你就立即找大錦 對 因為好的日子 真的不是很多日 變成了 你如果到最生氣 是的 因為現在我也發覺 外面的市場 開始越來越多人找大錦 應該這樣說 很多外面 可能以前的婚姻 即現在的婚姻都一樣 很多可能 爸爸媽媽 會是單親 各方面 要福氣盛傳 就要找一個大錦 叫好命人 剛才所說 來帶領這對新人 步向他的幸福 嗯 即是為他們增加多福氣 是的 沒錯 所以就 一有好日子 就真的要馬上 要記住 最主要就是父姐和彩姐的旗號夫 哈哈 我也是跟著師傅師傅 不用擔心 今天有大錦仔 有什麼事情 如果你想找你 找我 可以接你第一宗生意 可以接你第一宗生意 大家敢不敢給大師兄做 最後 我又有問題 我做過小小資料搜集 就是大錦上面有些叫做紅傘 薩米 我知道你今天也有準備 有沒有這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意義 角色和意義在哪裡 譬如說 紅傘 擔傘擔傘 是代表什麼意思 紅傘 我們 嗯 縮骨 不要緊 我們去後台拿一拿 先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行李箱 因為其實彩姐也有提過 很多工具都會叫做新人準備 紅傘 但新人準備有時可能會準備漏 所以彩姐也會在身上 帶備很多後備工具 有些白寶箱 對 真的曾經有新人 我通常一去到酒店 問他們 紅傘在哪裡 對 很重要 我戴了 紅傘的意義在哪裡 為什麼大家都這麼看重 紅傘開 就萬花來 姑娘就紅混開 姑爺就發大在 哇 很重要 其實傘 其實根本不是這把 只不過這把是做後備 就是用異態 對 就給各位觀眾看看 寓意開枝散葉的意思 哦 原來真的有不同的工具 它有不同的寓意 對 我又看到另外有一點 一個叫做薩米 薩紅綠豆 還有一個叫金子碎 這個又是哪幾個 可以打開枝散葉 可以打開看看 我們現在能殺嗎 可以可以 我們要掃地 不要緊的 我們要掃地 師傅你來 這些就是最主要一開枝 一開枝 即是同一時間一開 這邊就同一時間做 一時之間又開枝又殺豆 所以通常都會掃地 我們有一個封鎖袋 我們有一個雙口袋 我們有一個雙口袋 很少用水泡 對 武裝片也有些解釀 對 對 不要拿出來 對 對 對 很厲害的大琴姐 對 最主要是餵金雞 以及殺羊 那些 因為那些是對新娘子不好的 我們殺那些米 就讓那些雞 羊 會去吃 你吃這些東西 就不要刺 對 不要教我們新娘子 這是以後的 舊有的時候是經過田路 我們叫農地 所以這是一個儀式 現在也會有做的嗎 對 這個也很重要 對 最重要是開枝生葉 所以 以我所知 現在有很多新人喜歡在酒店出門 那些是否有酒店都會說 你們不要做這些 或者有些限制 沒錯 你們會怎樣去 我們知道的 因為我們做了這麼多 知道哪一間酒店 去到哪一個地方 我們才可以殺 知道的 是離開我們酒店的大門 我們可以在外面就能殺 還有最後 有一個叫做 濫火盆 有 濫火盆 火盆有嗎 沒有 還有沒有很多需要的 火盆是甚麼時候 入門 入門 入南家門 因為怕他帶一些不好的東西 進去南家 現在又入門 我這麼久都做過三幾次 就是這個部分 一般是國內的比較多 還有福建人也會比較多 就是迷信一點 我反而廣東這邊比較少 少一點 福建那邊 我做了很多次 都是福建那邊的 就是我們今天第一節都聽了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就算你說大琴也好 他們也會有不同的地方 他們的文章 也會有少少不同的分別 我們很快 第一節就差不多完了 我們先休息十秒鐘 很快回來 十秒鐘 我們就進入第二個環節 休息十秒鐘而已 我們要消息臉 就這樣 成功 是 全步 一步 二步 其 會 一次 二步 一步 是